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熊睡在视频 这一期呢,画的是我感觉所有画中最认真一张 大家可以认真观察一下 当然这一期中间我会放一张自爆照 是画画过程中自拍的 只有零点几秒时间 大家只要能从头看到尾一定能暂停成功的 因为这一期画的非常认真 而且最后画也非常好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认真看 我特地的放了一张自拍照 所以说那些喜欢跳着看的同学 这次就认真地看完它吧 除非你对我的长相没有兴趣 好,现在开始画 然后这一期呢,是画一只那个水座的大象 就怎么说,有点像那种水元素兽吧 然后一个女孩子腾空飞起 大概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呢,还是先谱底色 还是我前面几期讲的方法 先刷一层水 但是这个水不要刷太均匀 就这一块那一块 稍微搞几块水就行 然后铺上底色 底色一定要调得很稀 颜料和水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8 就是颜料占2,然后水占8 这样调出来的那个底色 然后就使劲刷刷刷刷刷 然后就一直刷刷刷刷完之后 刷了一层那个水的底色 然后加了一点那个 呃,紫罗兰 紫罗兰是用来调那个 稍微亮一点颜色 中间再停了 然后就因为一直在等它干嘛 然后现在干完之后 就开始勾那个水的那个边缘 因为那后边那只大象是个水元素兽 然后所以说那个 你大家要是观察那个水的话 会发现这个水不是全都是透明的 就是不是全一个颜色的 它是那个边缘处 再就是那个反光处呀什么 都会很深 非常深 然后尤其那个打着灯光那种水 深的地方都都能变成纯黑 所以说大家可以仔细观察观察 然后这幅画那个水就是 也比较 嗯,比较有感觉吧 嗯,差不多那个意思 好,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这张我超用心画的 一定要认真看 你当然你只要认真看 你绝对会诞听成功的 我是为了让大家认真看 我自己的自己脸都豁出去了 有自拍照 自拍照 自拍照 你们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吗 你们想知道我是长得像大叔呢 还是长得像 瘦 反正 反正大概那个意思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认真看就可以诞听成功 知道我长什么样子 这一期画非常认真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 我反正是累死了画这一期 然后现在画那个水的那个 一个个那个小水字 然后这个水字呢 是呃,成球状的 球状和条状两种 因为这个大象呢 它是速度非常快的 我画那种 就是很有力度 然后所以说 它那个水会随着那个 随着它的冲击 然后往一个方向那么流 就像就像你平常 呃,开车的时候 然后下雨 然后从车窗看到那个 雨滴一样 那种感觉 然后就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当然也会有那些 球状的那个水滴 这都是 这都是 通用的 大家仔细观察 这幅 这幅画主要是画那只 大象画的时间长 那大象画的有 好长好长时间 好长好长 好长好长 好,现在还是得一点点抠 然后这个水 水,那个 那个水 水滴吧 就那一长条水滴 大家画的时候可以怎么着呢 就是画完 就是就一条 一条画完之后 拿那个卫生纸 然后顺着中间 站两下 就是隔着站 站两下 这样最后出来 效果就和那个 真正的那个 水滴差不多了 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然后 现在还是一直在抠 光是抠大象 抠了好长时间呢 哎呀 我都 我都抠烦了当时 当时都抠了一半 抠了一半 中间还吃了个饭 实在烦了 然后 反正先也先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一座山 山里呢 有个庙 庙里呢 有个门 门里呢 有个和尚 那个和尚 拿着个盆 盆里呢 有个碗 碗里呢 有块肉 然后我吃了 你馋了 这个故事讲完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好笑 我觉得不好笑 反正 好 刚才 刚才 大家如果暂停成功的话 会 会看到 福利 福利 当然 如果 如果大家跳着看的话 是绝对看不到那张图的 所以说 大家这一期视频 一定不要跳着看 除非你压根就不想看那张图 哈哈 好 现在这个大象 那个水滴 已经扣得差不多了 然后开始扣那个边缘嘛 边缘处 然后都得认真扣啊 这张 因为那个 这个水 水做的东西 用水彩画 你画不认真的话 你有一笔画的不认真 就显得非常别扭 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画 这个大约只是取借鉴吧 就是可以学习学习 但是基本上想模仿出来 我觉得够呛 因为这张画 我自己都觉得挺难的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种手法画点别的 比如说 阿猫 阿狗 阿鸟 阿鸡 阿鸭 阿牛 阿羊 阿猪 什么 阿猴 阿小动物 阿小昆虫 什么的这种 对吧 不一定非要画大象吗 对吧 我都不知道我为啥要画大象 又长又粗又硬 是不是 我也变无节操了 那我还是想给这一期起个什么名 大家才会 点击量比较大呢 我就在想 取个 起个又粗又硬又长的东西 难道大家就会喜欢吗 然后我觉得起这样名的话 女孩子肯定不会看了 男孩子肯定也不会看了 我就觉得 这个名字就不大好 那我起个啥呢 我就不知道 我总感觉 这个名字非常关键 如果名字没起好 大家点不进来的话 那 那那那他画再好 也就没意义啊 就比如说第五期 我也起了很好名字 什么 难道凶大的 就就就就受人喜欢吗 这种 然后大家都会点来看 可喜可可可可可可可 对对对 这期我也会认真地想一个 非常非常绅士的名字 让大家来看 至于这个深深的名字呢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 那就肯定是我已经想好了 然后现在抠那个大象象牙 哎呀 这个象牙可是很值钱 然后不是经常有广告啊 什么 没有买卖 就没有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的 反正就什么 关于杀生呀 什么的 我觉得这象牙 有啥可杀生啊 就是给他割了牙 割了牙 大象还是大象 为什么不把大象杀了 吃肉的 好 这个象牙也抠差不多了 咱这整个象 我画的 纯是用水做的 就跟 像什么 我想想啊 哪里面呢 有些游戏吧 有些游戏什么 地下城啊 什么几把玩意儿 那些 游戏里边就有些这种元素兽 什么水元素呀 火元素呀 土元素呀 帮帮帮 一个个小娃子 对啊 其实我不玩地下城 然后我就想起来 有些小娃子 什么那火元素 一个 好大的 好大那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反正挺大个的 反正挺好玩 然后一会儿 对 现在开始甩点了 然后这个甩点 我这 这个主要是个蓝色调子 所以说甩点 我也直接甩了蓝色 然后也省事 因为我觉得 表现水嘛 你加太多颜色 就没意义了 所以就纯 纯在搞蓝子 还是比较好看的 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嗯 挺好的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然后 然后怎么着呢 反正嫌也嫌 我就再说一遍 我材料吧 每一期都有人问 我就纳闷了 然后我用的那个 用那个水彩是 白叶24色 盒装的专家级水彩 然后呢 这个白叶的颜料 特点就是颜色鲜艳 因为是俄罗斯的嘛 俄罗斯那边重口味 然后做的颜料也都非常艳 就是你拿日系的或者 或者荷兰那边颜料 你一比就比出来了 颜色比他们艳一大截 就像 就像那个 索尼屏跟三星 三星那个他们之间的区别 差不多就那样 然后 其实 其实怎么说呢 算我倒霉 刚才 刚才 刚才中间死了个街 死了个街 这个 录音这后半段 我又重新录了 他又重新录了之后 我都忘了 我刚才说了什么了 啊 可倒霉了 然后现在 摔点 摔点 然后摔点 那个蓝色点 因为 因为之前 那个 因为这个水嘛 然后这一幅 纯是个蓝色点 所以说 我就摔点也摔蓝点 然后显得比较 协调嘛 然后开始画那个 人物 这人物给他穿 那个水手服嘛 这水手服 就是小日本那种水手服 然后 就是那个 总说呢 这种衣服 画以来比较简单 嗯 怎么比较简单呢 因为他 上面画上那个领子 就行了 下面呢 就是一个 一样颜色的小短裙 非常简单 然后大家要想不出 画什么衣服来 玩意儿可以用水手服 来替代嘛 对吧 因为简单嘛 然后日本那些小女生 嗯 我就觉得挺可怜的 冬天 冬天穿着 那个 外套 但下面还是穿小短裙 我也不知道 日本为什么这样 死封件吗 为什么不让女生穿裤子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这样 对吧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一到夏天呢 还都是穿水手服一般 我发现他们的校服 然后这水手服呢 风一吹 小内内都露出来了 我就叫吊爆了 中国人 你穿个小裙子 你还得被 吉普主任叫我去 给你 然后 然后偶尔还会有 把人去你家 查查水表什么的 对不对 多他妈倒霉 然后这 然后这 这个石油服非常好画 然后上面 那个 领子呢 就是 画上 画一个颜色领子 然后留出 那个两条 两条 那个白线 就一般 它石油服都有两条 那个花纹的白线 然后留出那个来 下面就是一个 一样颜色 那个小蓝裙 小蓝裙随便给它 抠上几条 那个 呃 裙门的那个线 基本上 这个衣服就画完了 非常简单 水底 然后 然后这个石油服呢 基本上那个 摆上面的白衬衣那一块 大家就不要太计较 画太多 那个布折什么的 都没必要 就直接随便的 来那么一道两道 让大家知道 这有这个衣服就行了 然后这个肤色呢 肤色我 我这衣服 还是调那个 大红 就是 用 大红 加水 再加水 再加水 调出来肤色 比例呢 是那个 8比2 嗯 基本上 就 很完美 我感觉 用那种颜色 画肤色 然后 然后 这一期呢 我感觉 大家 一定得认真看完 因为我 认真画的 对不对 我认真画的 你们就得认真看完 是不是 这个道理很对啊 然后 然后这一期 我还爆了 爆了一张果图 对不对 你们不认真看 能看到那张果图吗 看不到吧 对不对 别人说 别人都一直刷弹幕 但听成功 你当年成功了吗 没有吧 哈哈 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很快乐 是不是很幸福 我反正不快乐 我刚死机了 对不对 死机了才不快乐了 啊 反正我 反正我也不幸福 对不对 幸福呢 叫福尔康 他是马族人 对不对 他老婆 他老婆叫紫薇 对不对 他老婆还变成了瞎子 哈哈 他小姑子 叫小燕子 他 他爹 他爹叫什么 哎 他爹叫爱情觉罗 可二个名字了 哈哈 然后 哎 反正就福尔康 他有个大鼻孔 跟龙子 罗拉似的 哈哈 但是可能不知道 龙子 罗拉是谁 我也不跟大家说是谁 你们猜去吧 哈哈 是不是很好玩 哎 哎 我跟大家说 这个 哎 我最近还发现 有一些 很好玩段子 对不对 哎 我刚才想说啥来着 我又给忘了 哎呀 快换完了 啊 那我说这个人吧 这个人 这个头发 我也给他画了蓝头吧 画蓝头发呢 然后画完之后 我看着有点像那个 没说你战士里边那个 好像叫水晶月吧 我也忘了 然后我就给改了 然后就把头发多加几个 立马就不像了 对不对 哈哈 毕竟不能画出太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挺好玩的 当然头发也得搞点见面色 也不能让它太一样了 太一样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啊 对 哈哈 这已经快画完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画了点那个飘出来的颜色线 这个我感觉 非常好看 就跟这个人物是颜料做的 然后突然洒了颜料一样 很带感 非常带感 我就很喜欢带感的东西 就比如说 那些大胸的妹子呀 没腿的妹子呀 赶露的妹子呀 这些都是比较带感的东西嘛 对不对 对 哈哈 然后扣一下那个手 这时候就给他把人物那个边线给差不多勾一下了 因为这幅画整体是个蓝色调嘛 然后我勾线也是用个蓝色 然后比较符合色彩关系 比较带感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学校的网速非常不给力啊 然后我按照录视频 我知道死机原因 第一我开始巡礼下载 然后我巡礼下载呢 我下的是那个GTA5 就是那个360和PS3 新出那个中文简称侠盗列车手舞 非常吊爆 那里边你一次控制三个人 可以让他三个人互相减肥造玩 非常吊地 然后我就下了20多G 哗哗的下 学校网速几十K每秒 然后我就下 下了两天了 下了个10%吧 我笑了反正 然后大家要是 觉得我可怜的话 可以捐赠我一个U盘嘛 给我弄个32GU盘里边放上GTA5的游戏 给我快递过来 我会很开心的 然后我考完了 我不出意外的话 我还会给快递回去了 对不对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现在这个人已经抠差不多了 然后再勾一下细节 然后我画四只小蝴蝶 四只小蝴蝶非常可爱 非常萌 然后让我想起来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叫做两只蝴蝶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比较老了 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下 两只蝴蝶 两只蝴蝶 真可爱 真可爱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眼睛 然后就没了 是不是很好玩 大家是不是 回想起了童年 想起那两只蝴蝶的首歌 想起了 想起了你逝去的青春 然后画完这小星星 基本上这部画就完成了 然后感谢大家观看 然后还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 对不对 没有大家支持 我第五期也不可能能上手艺 掉爆了 一天点击了六千多 多下人就对 好 谢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